要说主持人中最不招人待见的非张大大莫属 他主持功底还不错 可惜长相不讨戏 还整天的怼天怼地怼空气 导致口碑和人员超级差 很多圈内人都十分看不上张大大 有的甚至不顾形象的公开表达自己对张大大的讨厌 因为不招人喜欢张大大为了有曝光率 开始尝试起直播带货 结果被骂到直接下播 真的很尴尬 张大大直播带货 网友不支持看热闹 还直接写评论开骂 带货直播不是什么新鲜事 一些过气的明星 例如朱子肖 张萌等等都混得风生水起 张大大没什么曝光率 只好尝试直播带货 直播没多久 张大大的直播间瞬间就骂了一万人 不过里面鱼龙混杂 大多数都是来拆台看热闹的 当张大大认认真真介绍商品的时候 网友的关注点根本不在商品上 而是对张大大开启语言公式 自然不是什么好话 有的还非常难听 起初张大大没有在意 后续不当言论直接在直播间刷屏 远远掩盖了问产品有关的评论 这下张大大坐不住了 情绪开始不对劲 嘴直接嚼了起来 眼睛也是红红的 马上要哭的节奏 之后张大大杂气杂八说了一些话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只会让网友更加的起劲 无奈之下 张大大选择关闭直播间 所有的商品准备全部败费 不知道是张大大故意演戏 还是内心实在受不了 总之这场直播就在网友的骂声中结束了 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寥寥无几 本以为这场闹剧就此结束 在凌晨的时候 张大大突然发布了道歉声明 对停播事件道歉 直言自己受不了网友的抨击 最后一句 但是此刻的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了 还是挺感伤的 有点可怜张大大 不过网友质疑又来了 说张大大卖惨 之前在演员请就位节目中 张大大因为表现不好被评委批评 而张大大不以为然开始说自己脱发压力大 直接被尔东生导演回队 这次又闹这一出肯定是在赚取眼球 不过确实奏效了 声明发布后 有一位女明星前来安慰张大大 不是好闺蜜杨幂杨颖 而是一位选秀爱豆 她就是杨超越前火箭少女101的成员 现在是一位当红的女演员 杨超越早期也是争议不断 对于张大大的道歉也感同身受 作为警理杨超越被很多人嫉妒 特别是一些之前和她一样的小女孩 可运气只有那么多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脱胎换骨 所以跑到评论区留言 安慰张大大不要难过 还说总有喜欢她的人在关心她 张大大则回应谢谢妹妹 看来两个人的关系是真不错 杨超越安慰张大大是出于好朋友的关系 自从杨超越走红后 张大大就把杨超越收入囊中 与杨幂杨颖并成为杨家军 张大大被骂杨超越暖心安慰 可以说是娱乐圈友谊的体现 根本就在肯定会设论区留言 和心安慰房 贡献